Asia Leisure Car Render的发展出创 主要是关于现在的市场上 我们看到它一定的那个需求 因为我本身已经是在汽车行业做了十多年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有些人想要买车或者是用有一辆车 他的问题是可能贷款不过 还是他们是因为可能 一辆车对一个家庭来说肯定不够 有时候需要两架三架 也有可能他们是需要去旅游 还是有朋友来走走 吃吃风带朋友去玩 但是就是那个车定位就是 在马来西亚来说车肯定是亏钱的 每买一架车他们就考虑要亏多少钱 但是我们这个创立的经验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他们能拥有一辆车 但是不需要去考虑那个亏损 主要是他们想什么车我们都能安排到 但是不会考虑那个买辆车要亏多少钱 主要是我们是帮助他们 能当他们需要车的时候我们都会在 比方说是五人车 七人车还是十人车都会有 然后就从这个概念开始就慢慢成型 车辆就慢慢从以前的几辆 变成现在的几十辆都有 你是说发展来说 我们是看到未来前景是说好像外国一样 买车已经不是一个重点了 你是需要一辆车 需要辆车不需要买 你只需要拥有它就好 但是拥有的时间看长还是短 可能你需要去旅游的话 一家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一次 还是一个月几次 就是那段时间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 我们正式公司是从2014年开始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两年了 来就是明年是第三年 然后当时候开始就是 也是很简陋的 就是在我一间卖车公司里面 只有一个经理 一个司机 一个普通的club 三个人 到现在 当时应该是有三辆车吧 现在三十多辆吧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跑 就是说当市场需求 当市场需求的定位怎么去找呢 在霹雳桌来说 我们一开始就是把全部的酒店 就是说全部酒店业 还是那些旅游的 跟包括那些结婚的都有 暂时来说我们在霹雳桌 应该是有四十多个合作伙伴的 全部啊 酒店 只要你在霹雳桌是租 需要到车的话 在酒店的都是我们的车 包括你们是有去旅游的 还是去那些结婚的 都是跟我们打车 一开始是这个情况 然后到最后就慢慢发展成为 可以从那个 那个 一开始的那个配合 跟跟我们配合 到直接的那些需求 个人的 到变成一个企业的 更加高的那个需求 我们的配套是算是一战是全面的 包括说你说是有 一天的 一个月的 还是一年的都会有 然后我们的配套也是包括有 一般上租车是个人的嘛 我们的租车 不包括租车 也包括租人 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去开会 我本身也是一个生意人 就是你开会的时候会非常累 好像昨晚都可能到 到开会到五十点啊 十一点这样子 这样子你从一个地方 去到另外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 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每一辆车 包括我们的服务都是安全第一 我们本身的那个条件就是 每一辆车在我们的公司 一定是出次前的话 会把每一辆车的那个 基本那个安全措施全部谈妥 包括他们的服务的情况 包括他们车就是那些胎压啊 还是他们到不到了维修的那个情况 都全部会搞好 然后就是我们的员工就是一定要是 睡到八个小时以上才能去上班 我们的配套是包括 只要你是要跟我们住一辆车 你可以用的时间就是用的全部 你一天用的时间 可能就是一天那个车的时间吧 但是如果你用一年的话 包括那车的维修啊 包括他们那个任何 如果那辆车有breakdown的问题 我们都可能会兑换车 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辆车的话 比方说你是一辆车 有时候可能也是要去做服务啊 不要几天啊 还是要renew那rutex那些 可能也是会拖几天 再不好的话 它说可能会有一个意外 那辆车可能会进场会一两个月 但是你跟我们租车的配套就是说 只要那辆车你是跟我们租的 有任何问题 我们是跟你兑换车的 一辆换一辆 就是说对企业来说 不会给你任何问题 你一定会有安心的做你的工作 或者上你的班 达到达到你要的目的 跑车这个观念是在于我们说那个共享 什么是共享呢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拥有一辆跑车 可能就非常高兴了 但是拥有一辆过后就想拥有第二辆 这问题是一个人可以拥有多少辆呢 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是出租那种名贵车 或者跑车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安排到十辆到八辆 这样你就不需要去用一辆车 而就很难去找第二辆车 那时候你要什么跑车 名贵车的话 我们都会在那边跟你配合 因为人都是有新鲜感的嘛 有时候又要一辆青色的法拉尼 有时候一辆红色的法拉尼 这样子 那种情况下 不可能是在同一时间 能拥有这么多的辆车 所以共享这个观念 就是出于那个名贵汽车 需要一起去分享一下那个时间 好事不会有人说好的 一般是说不好的 所以一开始做那个租车企业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怎么去做这个行业呢 这个每人做的啊 这个事业就是 大家干不好的 我敢说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说不好的 当时候开始的时候啦 因为他们就说 这个租车行业怎么去能做 比方说租车就是那个本钱比较高嘛 一辆车可能是要几十千啊 到几百千 你怎么才能把那本钱拿回来呢 然后怎么才能赚钱呢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我做这个行业 我给你一个时间 而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半年来一年去赚钱 先把那个自己的定位就是说 你要做一个企业 我认为最重要是一个品牌 品牌能令到人家有信心 去跟你继续有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永远的注册 一开始我们做这个生意就是说 我不是一定要赚钱 但是我要做好的是我的服务 我做好的是我的那个品牌那个认同 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用了非常多的那个资源 去把公司的那个名字在佩地州开始打起来 包括去年我们都有上了那个电视广告 在Cinema那边都有出 然后就有很多在本土 在佩地州那边都有打很多广告啊 包括那个电灯柱的广告 也包括那些包子那些都会有 各个广告的宣传 都会有 当跑了过后就是人家很奇怪 你用这么多 这么大的那个推广的方式去做这个品牌 你认为值得吗 我只会跟人说一句 可能我所看到的 你们但是还看不到 当我到了一个一定的位置的后 一定的位置过后你才会明白的 有些时候很难说得清楚 先把自己的定位先定好的话 应该离成功不远了 马来西亚来说就是刚好在 你是说它好 不好的去哪里 你说它差也看不得 比方说泰国是马来西亚那个 汽车销量的三倍 马来西亚一年应该是400多千辆吧 全部的车包括 Proton啊 Proton啊 Toyota啊 全马来西亚那 但是泰国能卖百多万 一年 然后你再看去新加坡 新加坡就比较少 还少很多 但是为什么那门会卖得这么好 还是为什么有些卖得少 但是他们那个交通非常的好 主要我是认为 泰国他们是在于发展的阶段 他们需要的车都是在于可能是工业啊 还是农业啊 还是那些运输的需求 在马来西亚来说很多车都是个人的 而不是做整体的 就是说个人所需要的 而不是说那企业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以泰国来马来西亚比的话 会有这个不同 然后在新加坡来说 新加坡是因为 它是一个地方比较小的一个小国啦 所以他们是控制在每辆车 都是一个叫做Permit的 来生去跑 你也可以用一辆车 但是 那个Permit可能会比辆车更贵 他就打个比方跟你说 你就最好不要用一辆车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 他们打新加坡 已经把基本的设施都弄得非常的好 包括那些MRT啊 还是他们的那个BUS的公共配套 都非常的好 在马来西亚来说 可能以前一开始 他们那个准备功夫比其他国家会少 会慢一些 所以要再做起来的话 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如果你是要改变这个局面的话 不是不可以 是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如果你要在一个马路上去挖个洞 去再拉一条MRT的话 也非常的费死 而且先测到时间也是非常多 人也是非常多 就是最近之前那个生涯方的事情 大家看到了 他们不是不想去做 有事去做 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里面 就会可能会发生一点危险的事情 所以如果马来西亚增加改的话 可能是五年到十年都未必能配合到其他人 公共赤赤 因为全世界来讲你最好的就是那些MRT啊 那种是最好的嘛 你说要塞车的话 那些机会比较少 而且控制时间也会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你最基本的那个MRT做不好的话 我看那个交通是很难去改善的 因为毕竟都会塞车 毕竟是不同不同的人就加一辆车 你加一个MRT只是一个司机 可能就在整千个人了 跟你一千个人在马路上的话 会差一个区别 就给我多了一个机会了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更长时间 去处理这个交通事实的问题 所以造成就是在马路上 其实那个需求是一定会有 而且也是非常的高 比方说刚才一个火车 一千个人 现在那辆火车不在了 就有一千个人需要那辆车 再包括现在来说 在银行方面 如果你要贷款一个车也是不容易 所以说如果他们刚刚出来做工那些 他说想用一辆车的话 还要看你的收入有多少 还要看你过后你的那个背景啊 还是你那些租借的记录好不好 我试过他们车有些父母来说 我的儿子刚上学 不是刚学 刚出来做工 他是刚出来做工嘛 借不到钱 我又老了 我五十多岁 又借不到钱了 那怎么办 那我说你们需要什么车呢 他说我孩子刚上班 也不一定能做久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跟你租一个半年可以吗 我说没问题啊 你们就可能是千多两千块 先租一个月 租个半年 当你儿子真的是承受过后 他的工稳定了 才叫他跟我买也可以 再租也可以啊 然后过后他就过了半年 再跟我说 我看他都不需要了 如果我买车的话 我儿子可能要亏更多 就乖乖给他一个月 去负责那千多两千块的话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感 所以造成就是觉得 出租车不只是一个行业 也是帮助别人的一个方式 因为需求一定会有 我还记得Uber在移保 马来西亚应该是去年 移保是今年吧 今年年头他们开始说 我们来移保了 然后我的员工跟我的经理就开始说了 老板怎么办啊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他来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意 他来了可能我们就不能做了 我说你把你的问题再考虑一下 再把你所想的顾虑再考虑一下 是会有这个问题吗 他说会有 因为可能他们连把德士司机的价格更低了 那我们怎么去做 我第一个问题是问他 我们是做德士的生意吗 他是跟德士司机去竞争 不是跟我去竞争 第二 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短暂性的 Uber之后的生意 或者是Grab taxi他们是做 但我需要现在要 你要现在来 然后过后我就不需要你了 他们做的是一个很短暂的生意 而且他们是完全没有一个品牌的定义 或者是做一个安全的服务 包括 比方说你四个女士 你半夜要去加达车 谁来载你 你知道吗 他是谁 你知道吗 那个安全不在于我们所需要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是说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就是服务跟安全税最重要 Uber那些是可以 但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对手 我可以说完全看不到他们 因为有时候我的车还是放置不动的 我就叫我的驾驶全部登记 但是我的车没有人用的时候 就用到品牌去租 所以说要谢谢他 把那时间都用尽了 有人租的话我们就去跑 每人租的话拿手机来看 有人需要的话就去 所以我们在旅游方面的配合不在于我们本身 我们在余奖 我们在余奖 余奖 余奖 就是说 那个飞机能到达医保 过后他们需要汽车 过后他们也需要那些酒店配套 就是三合一 我们都已经连了起来了 我们都已经连了起来了 总之他们在飞机那边也需要那些酒店配套 他们也可以订我的车 他们租那酒店也可以去订我的车 但就是顾客一到的话 就是整个配套会配合 所以刚才有说的就是 我们所做的是顾客要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的 当你能解决顾客的问题的话 你的生意才能长久 对于一般的年轻的要创业的企业家 我只可以对你们去分享一句 很多人要成功 但是成功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要我跟你分享的话 我只可以跟你说 你先要学会失败 当你学会失败跟面对过后 你才会成功 成功不是必然的 但是面对失败 是一定所需要的 当你能承受失败过后 你的路才能跑得更远 因为你结束失败 你才会结束成功 这个是一个文章 你可不得 你能看得到 你随着 你随着